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事情 怎么做也行 我们现在都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了 我们大概有五六十岁的人的智慧 那在处理世俗法的时候 现在我们学佛了 是吧 那么我们以前是以人力的角度 在处理这个世界的人情世过嘛 也没有错 我们不过就是想自己活得更好一点 避免欺骗伤害嘛 或者是有的人太坏了 我们想不想理他了 或者是什么想报复一下等等 但是我们现在学佛了 想尽快地了这些缘了 不想在这里面太多的事了 能舍则舍 能让则让 能宽容则宽容 尽量地去了缘 知道吧 但是缘是了不完的 知道吧 你想聊 偏偏还有人没完 还给裁住你是吧 他不让你聊 是吧 这个时候你就 这个就很 比较难就是 那就是还有就是改变自己的喜气 就是说平时看见这个人 他不是惨你吗 看见这个人我就生气 我就憧恨 我就怒火中烧 现在慢慢慢慢瞧 就是我没有憧恨了 我可以发怒但怒而不承 我里边没有称赫 我对他没有看法 他就是可怜的一个众生 不管这个人多邪恶 或者我们现在是修正 我们不是在公安局抓坏人 所以这个人坏不坏 法律会怪 因为现在你在修行 我们现在到时候说修痕 因为你现在要解脱 但是说你说修的差不多了 你已经登地扑上 那也可以成恶养赛去做点 是吧 现在你还没力量嘛 好 你先把自己瞧好 看到身边的这些 冤青在座这些东西 尽量的让自己的喜气降到最少 虽然有本能的反应嘛 有些喜气你说你不生气 他就生气了嘛 是吧 然后甚至是把很多这个 这个他是逐渐很威信的那些喜气 一点一点 但是能让以前的 我们毕竟这四五十年也裂了很多喜气嘛 是吧 不断的加强了很多喜气嘛 现在让这些东西开始消散了啊 虽然它是幻境 但不要在我们身上尽量的发生了 撒刀淫妄啊 暴雨啊 偷刀啊 就是淫啊 或者邪淫啊 等等啊 这些东西啊 还是跟佛学 能够障到的 你认为能障到 让你乱乱的 心乱如麻的这些 尽量的往下 说 因为没有时间纠缠在这些事里面 尽量的是 还有呢 不断的学习释迦牟里面的空性政界 不断的学习佛的政治界 拿佛的政治界武装自己 佛的之界就如果开架 就对菩萨来说 就像穿上了金刚不坏的衣服 知道吧 没有佛的之界 你要用人力的之界 你平时还忍他呢 他打了给你耳光 你还忍 这不窩囊吗 打回去知道吧 多爽的是啊 你不打这不别去 他要打你一下 你穿他俩脚 你可爽了今天 知道吧 一天你爽得很很很 因为打得他爬下 但是你忍了 这别去 好几天憋不过说 难道修静就这么窩囊吗 是吧 不是这样窩囊 是没时间跟他交流 但是如果那个时候 你没有空性之界 你会很难受的 知道吧 但佛的空性 佛的之界啊 这个东西 要不断的圆满 要不断的听闻 深闻嘛 刚开始要听闻 闻思修 听闻思考 变成你的东西 就觉得哦 佛为什么这样说 哦 金刚经里边 为什么说一切如虚妄 这是个方法 我通过这个 我可以解脱的 我解脱了是什么 嗯 最起码你知道 释迦牟尼佛是什么 我可以像他一样 自在啊 在这个世界 不再有缺失感啊 就是 拥有伟大的人格魅力啊 天上地上帷窝 独村啊 这个还是鼓励自己嘛 最起码对如来 你现在不太了解嘛 有空性的神通自在 你不知道吗 那么对他的这 那么你可以变成他 因为你跟他是一样的嘛 是吧 那现在我们觉得 我们很没力量嘛 是吧 先改 改变习气 让自己逐渐减少 然后不断的学习佛的自己 让自己穿上保护衣 像一个勇敢的菩萨 走在这个世界上啊 然后 没有习气的菩萨 还是一个 你有习气哪是菩萨 是吧 然后就这样子 慢慢的有些脸就 只要你这边 习气清净了 有些脸自然自然就断 就是这样的 现在是不是我还没有能力去 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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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上 但是呢 大家初开始学习 再没有争得一点 就是说最起码在 我觉得这个 包括这个界地 也是逐渐的圆满的啊 但是呢 不是说你 比如说你一本整本能眼睛 你不可能系统的讲出来啊 偶然里边一两句你是可以说的嘛 诶 我看过能眼睛母句话 那句话我特有体会 我跟你分享一下 可以吗 但是说着你系统的 讲完能眼睛 或者讲完法话这叫 你可能记不住嘛 你没有背下 或者是你就拿着书 有些也不懂 有些段落你也不懂 但是这不代表你不会说其中一两句嘛 释迦摩尼佛当年的弟子嘛 其实 其实层次都不高的 佛陀当年的弟子很多都没念过书的 所以佛法很简单 大家一直不相信 不相信这点 他的修正其实蛮简单 他真的是坐在坐地上 身心不动的 他没有学六门功课 七门功课 没有不需要硕士博士学位的 所以释迦摩尼佛当年的弟子们 学历不高 而且很多都是这个世界很低层的 而且没见过世面 也没旅游过 没出过门 很多都在黑河两岸做时候就是劳动的 他都能修行成功啊 就是 所以我们就要信心啊 它不是很难的事 知道吧 只是他们下定决心跟着佛陀学了 而且他们也 他们没有那么多诱惑 就是他们因为除了生存 就没有其他的事 就是 当然也有家庭的诱惑负担 但是他好像没有太多科技啊 发他的这些 就是 他就很容易下定决心去学 缺谁缺一缺学 可以说 他的弟子当年成是数字 就是说不 他是生文 而且又没有书 佛讲完那些寄顺啊 讲完那些话 佛当年讲法就是 大家围在一起啊 一个弟子问了问题 他答嘛 然后才把那些答的话整理成经典嘛 那他答的这些东西 好多弟子是理解不了的 你知道 好多弟子就背 所以他叫印度叫寄顺嘛 就是很容易记忆 就是就像我们现在的诗歌啊 一节一节的 这样弟子们就朗朗上口 就记住了嘛 因为没有书 有时候有些弟子就编成这些歌谣寄顺啊 他就会 他就会背给别人听 有些 因为有些弟子听完 他也不一定会说 或者是他理解了 以他的角度理解了 听上一段时间以后 他的生文弟子就会派出去啊 去各个这村里啊 像这个就传法去了 那些弟子去了 然后去说 我老师说啥了 因为他不知道 他就说 我老师怎么说怎么 把老师那几句话背出来嘛 他也在传法 但是听的人知道啊 你老师这样说 哇 你老师好厉害 我都去找你老师 听的人就知道佛陀的间谍 所以他的十大弟子 后来是有不是说 穆建联啊 舍利佛这些事 听他的小弟子们出来背他的东西 听到说 哇 这个这个人挺厉害 你师父是谁 问你说 然后去找 所以他的弟子 只会背几句话都能传法 是吧 你都能知道法华经 冷眼经里边的东西啊 现在很多人反感的是 大家哄法这种状态 就是 我是个哄法者 我坐在这儿 我要哄 哄扬释迦母女的教育 我要 就是那种状态就是 就是 就像个英雄烈士一样的啊 就是 就是我要 就是那种气 是吧 你不是在一个 平等的 风响的态度 在哄法 就是 哄法不是一件多混动的事 连释迦母女佛都说了 我出来 一种佛 来到这个世界 说众生独自佛 我不过就是 你在梦里边 我叫醒你而已 哄法就是叫别人醒来 你儿子在床上睡着了 你叫他醒来 这件事有多伟大嘛 是吧 就把你的哄法 看成叫儿子睡醒这件事 就那么普通 那么平反 如果我们有一颗平反性 很普通 例如哄法认识 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多了不起 说我能不能哄法 你也会叫他醒来的吗 不会嘛 是吧 虽然就一句话 但是他也没听懂 所以没醒来 是吧 有时候听懂了 有时候听不懂了 你可以把你对佛学 学了这么久 你的经验 你的学习到的改悟 你分享出来 这叫 这也是风法的一种 说错了之后 跟着我 是吧 哦 你放心 不怕的 但是呢 有时候 你说肯定是说的不圆满 尽量的就是说 你如果觉得自己 没把握这句话 说我是这样理解的 但不知道理解的 对不对 师兄你自己再看看圆今 是什么 你可以说的圆弱一点 是吧 这个说错话 以前是 比如说 以前比如说 书里面有很多 比如说弟子们说错话了 但是那些弟子们的 他的威信很高了 比如说当年佛陀生团的 有些弟子们 比如说我坐在这说错话 就是英国就比你大 知道吧 因为他已经坐在一个老师的位置 他的影响力比较大了 知道吧 他乱讲 哎 弟子会信的吗 你现在坐在那说话 不一定他们信 知道吧 他们不信 所以你也造不成什么坏的影响 但是 但是比如释迦牟尼佛说错了 或者是一个菩萨说错了 或者是什么啊 或者是一个师傅 师傅说错了 他有弟子吗 弟子信任他吗 他说曹都 弟子跟着他曹都走了 是吧 断了会面 或者是什么 这个就有点英国打 他打妄语嘛 他自己没证的 他打这个就被英国 但是你现在还不是 还是分享 分享是每一个人自己的 分享是每一个人自己的 就是修行不同阶段的 也有可能是不对的 是吧 你分享那个也有可能是不圆满 你的你的间谛是我正在分享 我正在修行的东西 甚至有些间谛可能是偏的 或者不圆满都不重要 都没关系啊 你不是在红 就是整个在带弟子走向解脱轮回 你没有那种想 所以这个没关系 还有就是当年佛陀的僧团 比如三千弟子住在一起 有些师兄影响力也比较大 就算有些师兄啊 他平时修得很好 但突然修偏了 然后其他的身边的弟子们就跟着他 他就说一些诽谤佛陀的话 说一些破坏僧团的话 或者说影响力也百满大 那个经过也比较重 就造成恶劣影响了 或者甚至造成这个佛陀僧团的不安定啊 或者造成了对佛陀的影响 因为佛陀的个人威望他很高嘛 他必须高 因为他不高 他那些僧团那些人要跟着他走的嘛 他是个向导 他要带着他们大家走向解脱轮回的 如果有人把他辅定了你知道吗 那些弟子们会没有方向的知道吧 但弟子们迷惑不清啊 如果一个大师兄站在那儿辅定了老师 弟子们会说大师兄都这样说 二师兄就会觉得 老师兄没有问题啊 因为大师兄是老跟着老师的嘛 就会造成僧团的影响力很大 这些导致 导致 所以他间接地断了底下这些小师兄的一个 解脱的一个会面 断了大家的修行之路 所以这个因果也很大的 就是并不是佛陀惩罚他 不是那样的事 而且他自己 一位妒忌或者有一些 有些你看就是提伯达多的僧团 当时他不是说佛陀说错了 他是想夺那个僧团的领导地位嘛 提伯达多 就是佛陀的僧团不是有一个佛的堂弟嘛 他说佛陀你老了 你靠别这样吧 这个僧团由我来领导嘛 因为提伯达多很厉害的 也是神通很大的 释迦牟尼佛不是舍不得那个位置 释迦牟尼佛看了看他 觉得他不够资格 觉得你会把弟子们带 就是说你还能力不够 不是我不在说你能力不够 但是他就分裂僧团 带了五百人另外去 他带了五百人另外去接了一个僧团 而且他拿这五百人 这五百人为什么跟着他修行呢 佛又两百五十条戒律比丘 他又加了十几条戒律 就说你看我更精进 你看我能持两百六十条 两百八十条 你看佛他才能持两百五十条 就是他会另外借个 就是戒律啊什么 来去诱惑很多 吃头脱形的 吃苦形的 跟着他修行 但是佛学的重点是在智慧 在戒地上 戒律只是个工具 你知道吧 能以戒而得定啊 戒律是个工具 重点是会 剥弱智慧 你的最高戒地错了 你慈戒也没有的 你慈戒 如果只是慈戒 只是说修个坐在那儿定 你就能成佛 这太简单了吧 是吧 持个戒就能成佛 最高智慧 就是佛的剥弱智慧 见地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一点错 所以他最后堕地 就是说 也是破了生团的一些 就是受了地狱果报嘛 都是有原因的啊 你现在的分享影响的大 不怕的 分享吧 把自己的问题都解除不了 嗯 那如果团线上必然让你 没关系的啊 自己也鼓励自己 首先我们对自己也宽容的 我们是个众生 从众生开始修行啊 我们本身生下来附近母学的 习气欲望本身就有啊 而且这么多年 有的人都是到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才接触佛法 习气欲望已经很重了 甚至还有过去修行 过去 就是说这几十年受到的伤害 造成的痕迹 信息很多 这一下子能把它清净 这也不是那么容易 需要修一段时间啊 如果你觉得你 不是不够一个菩萨的角度 那最重要的就是把习气干了 把肢戒圆满 如果你的空性正见 你的部落智慧这一块 肢戒上 你最起码从文师的角度 你能够很圆满很正 你可以说的不那么圆 不那么透 但是你的路是对的 你是正的 这个就可以了 不断地听闻看经典 有时候听闻看经典 看元经念经等等 这个肢戒要对 然后把习气干了 你就很清净 你知道吧 你就很像个菩萨了 知道吧 之所以你轰轰成整 坐在那儿觉得不对劲 是你的习气欲望 从来就没有停下过 我们的习气就没停下过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认知 从来没有按一个菩萨的角度看 但是这个比较难 因为我也是个修行人啊 就是有时候你们看我脸上的这个 每一条皱纹啊 除了岁月自然留下的痕迹以外 就是跟自己斗争的结果 征服自己导致的 就是因为你有本能反应啊 因为你有本能的角色 你本能的就过敏 比如众生你看见一个邪恶的 甚至你看个电视连续圈 你看个电影 里面看见个坏人 你都本能的反应坏人 是吧 然后觉得那个坏人死了好高兴啊 是吧 然后你就觉得 嗯不在道上 是吧 你要进入无分别境界是吧 你每时每刻都在修行 然后呢 你有时候 你说你要慈悲爱众生啊 你要爱所有的敌人 要平等的对待 你要爱 但是众生 一遍也想起众生的习气来了 你的眼前 众生的贪贼吃卖饮 尤其你看的电影 有的众生可邪恶了 就是有些众生真的变态的邪恶 你说你怎么能爱爱的起来呢 想一想就逃不大 是吧 你那个平等性 你差别下就出来了嘛 众生像这个能破 一开始 你我像在众生像就破不进 你虽然在心里边 你有正量 你如如不如 慢慢慢慢清净了 但是你有时候 有一点点瘀血你就过敏 是吧 有时候众生吸气起来 你都甚至鼻子都痒 是吧 呼吸都困难 真的可以的 能达到莫名反应 甚至是 就是 所以这个 需要时间的 有种坏事 所以我们 不断地征服自己 征服自己 征服自己 确实比较难 虽然一切如幻境 但是在征服 征服 我觉得比征服 喜马拉雅算难一点 有时候 但是你要 你要决定 一点一点往前走 一点哪怕每天进步 一点点啊 你只要下定决心做 是没有成功不了的 我通过征服自己 现在稍得清净 最起码这个世界 很多事已经 打不倒我了 知道吧 我不会在情感里受伤的 是吧 所以 我是直接自己 走过来的 看到他的虚妄 但并不是我变成一个 无情无义的人了 当你这个 迎信一尽 你爱周深爱得更 更好了 如果你去 谈情史外或者什么 你更圆满 知道吧 什么也行 知道吧 你嫁给谁也行 都会幸福的 真的 嗯 只是你 你需要吗 可能你不需要 就是这样 知道吧 你不需要 你需要 石头